国民法官制度即将上路 从明年开始 你将有可能与法官一同在法庭内 审理重大刑事案件 国民法官能够参与最亲十年以上 刑事重罪的审判 在审判过程中 将由三位职业法官 六位国民法官一同审理 希望借此提升司法透明度 也期望做出更公正的审判 经由国民法官跟法官判出来的 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公开公正一点 因为法官不再是他们自己在审判 国民法官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国民法官将以随机抽选的方式 挑选符合条件的民众加入审判 必须是年满23岁 在法院管辖区居住四个月以上 也不能具有法律专业背景 必须有高中职以上学历 且不在法律、政治、军事、警察 这四个领域服务 并被法院认定能公正审判的民众 有部分人担心国民法官 是否可以升任重要的审判角色 他们没有接受体制上的审判训练 可能容易受到职业法官的言论 而影响角色或是感情用事 都有可能影响审理过程的公正性 那法官也必须要最后要去维持说 这个国民参与审判程序 是一个公正客观理性 是一个符合证据裁判 然后公平审判的程序 所以他一定 某种程度的话 他一定会去做一个 适切地去领导案件的一个进行 国民法官新制的实施 引发的不只是对于 审判程序的争议 更影响整个司法体系 其中包含了律师接案的意愿 你问我以后要不要接国民法官案件 我一定跟你说不要 因为太累了 你要想想看他如果连续审理 八天好了 那我们八天都不能接其他案件 没有人愿意接国民法官 那问题是什么 国民法官案件就会掉到法府 对整个司法体系造成什么负担 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国民法官即将上路 其存在的争议让许多人感到不安 司法院透过影片 漫画等方式宣导 也举办国民法官特展 与多次模拟法庭 帮助民众更了解 身为国民法官的全命义务 我希望就是模拟法庭这件事 它能够更容易普及 这个应该被纳入我们更正规的教育课程里面 例如我平常公民课里面就有在讲国民法官 或是有模拟法庭这个活动 我觉得会更好 然后其他的面向的话 我会觉得人民或是有机会当国民法官的人 觉得他可以至少花一点时间看看 国民法官法到底规范了什么 对于国民法官制度 各界有不同看法 不过新制度拉近社会大众和司法审判的距离 也让法官得以和国民沟通 避免和民众的想法脱节 期盼国民法官制度成为人民与司法之间的桥梁 记者邓心仪拉易安综合报导